请各位居民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 请提前准备好安康码或居民身份证。 请各位居民戴好口罩。 请提前准备好住合选警察不会把我带出来吧? 然后提前准备了转型, 毕竟慢慢进入没几年了, 不过就没几年了, 很一两个月, 这听起来很不爽。 现在正常化出息,正常化工作, 还有一切运行 对人是 这三天 应该是这三天 现在怎么讲的 也没得讲 刚起来玩 方明明 订订 动作 下午 思想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像这个日群 它是 无主观的 无规律的 他们突然 又是一大拼 我们又要进行 全奉执 这个情况是 不能排除的 再讲 现在上海樊巷里人 媒体都镇压好指摹 就樊巷到五虎地 准备的这个防场都不够用 防场还没 突然死一样 是我正是想 保留一下 这是樊巷里 这个 无户人 或者是安徽人 你们就在上海 带的不一样 费尔国的这个样子 把这个船人给人了 何时 跑到那里 跟着干嘛 你还不是要返向吗 还不是要 到上海 郑大清肯定是在 大城市 好的 实际上 比较痛恨 这是人 好的 然后 现在就这样子 一切顺持自然 到哪里呢 现在我们出门 也不能 去地 作为个人呢 也比较害怕 这个传染性技巧 这是都是 思想上 没准备的话 哪天 到了你身上 你就不知不觉地 就 就 感觉到你 后巴了 还是 所以 现在这个 虽然是解放了 但是 根本就不能 上东啊 也不能到一些 具体的地方 也不能可以 找去 找合 找完 因为你告不清 位置里当时 你把控不了 而且这个情况 人现在迫在 迷迫地发生着 不能这样搞 把手头 收上的视线 还是要做一做 忍孙孩子 做一做 结封了 是结封了 现在 还是不能 这个大规模 的冲动啊 然后 无私横渡 组成去的 那个小区 只需在放空中 尺码要到 5月之 5月1号 之后 放完 假 他骨子才解放 5月1号 因为一方 5月1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 村儿流量 流量 人流量 肯定很长 肯定很多 所以讲 他这个 一定要放假之后 他骨子解放 这也是一种痛苦 这也是一种痛苦 听听到那个案子 等等 无私可助 无情可证 也是一种痛苦 就现在 新的解放 也是 不是 太方便 这叫日前 搞得人 偷疼 没得 就没得 什么失望 感觉 先撤着都不运行 这边 阿尔那路 每一个小时 才能等一般 到哪个地方 如果想下午 还要买米 都不放米 摩托车又给我 搞坏了 把我两个大楼市 吓得了 差点我这路过 都出事了 你看看 现在这个贼 杜藏黄 也没办法 摩托车 现在唐四载 也吃不了 要不然 我们用摩托载 载回家 这个社会 太弄 太弄 没得管空 也管空不了 克制于没克制的手段 人为也没人为的 这种手段管制 不能不利 就这样吧 反正一天 之类一天 有什么特别的 我也会支持 特别的好玩的 或者是什么 日外的 或者是怎么样 就跟大家分享 看不看 我是随于 服饰 也不是服饰 就是无自主 而是自主 自乐自主 的四平日志 我认为不服饰